修行 修什么 六根界出六尘境界 绝而不迷 这叫修行 真一修 学练 眼睛看东西 所以金刚经好啊 中国人喜欢金刚经 不管哪一宗哪一派 学佛的人 没有说没有念过金刚经 现在可能有 古时候没有 古时候没有说是 没有读过金刚经 为什么呢 他非常便利我们 用关照的功夫 你比如我们见到 一个物质现象 无论是什么东西你看到了 喜欢 喜欢怎么样 就想占有 就想得到他 这是错误啊 那用 金刚 一切都不想博弱就关照 那什么呢 反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那个念头不就洗了吗 那见得给你讨厌 恨不得赶不得赶快 你一起反所有相 解释虚妄 你心就平了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眼 大薄弱眼 大薄弱眼 一切法 无所有 鼻尽空 不可得 你要常常用这个方法呢 你去渐渐的 在一切现象里面 得三昧了 得清净心了 得清净心 清净心 其作用就是智慧 这不迷了吗 不迷 你就得自在了